如果没有意外,拍赫岁荡起家的冯小刚,这一次将继续成为赢家,而芳华高票房所带来的利润,必定让老冯赚得荷包满满,但芳华对于冯小刚最大的意义,还是致敬自己那无果的暗恋。 事实上,不仅老冯致敬自己,同期还有一部网剧也在致敬他,而这部网剧就是刚刚上架的迷你剧,我叫黄国胜。 单从剧名来说,我叫黄国胜,这个名字,是近年取得罪,一般,得了,恩,好吧,其实失落,而他的演员阵容,流量明星,老戏骨,网红,抱歉,这些他都没有。 但靠着内容,我叫黄国胜,足以令你想大骂编剧为何指出六集,为什么不多拍一点。 回归正题,前面说了,我叫黄国胜,是在致敬老冯,而在目前上架的四集中,其中三集你都能看到老冯的影子。 尤其是在第一集,大帮派崛起,中,不仅男主角黄国胜的中学老师,科斯勒老冯在,阳光灿烂的日子,中的造型。 甚至连桌子上装满梅渣的帽子,少年黄国胜手指上的梅灰,黑板上的,中俄迷不储条约等细节上,我叫黄国胜,剧组也都理力走心以一比一进行复刻。 巴特,实际上,我叫黄国胜,对冯小刚致敬的重点,并非是他那些年在银瓶中塑造过的经典一刻,而是他,路见不平一声吼,的功力。 而高举病毒喜剧大旗的,我叫黄国胜,本质就跟老冯一样,用六个看似浮夸荒诞的小故事,来讲述那些别人懒得讲,甚至不敢说的,真话。 以第三集的,整容法案,为例,故事在昏暗,暧昧的气氛中开始,由一只细小的针筒揭开序幕。 黄国胜一脸严肃震惊的登场,这一次他成了颜值司的,稽查队长,工作内容就是抓捕那些违法整容的爱美人士,还大家一个,有真面目,的社会。 对于他的工作,市民们都是拍案较好,对于国家颜值司颁布的,禁止整容法令,也是非常拥护。 然而当颜值司抓捕的人越来越多,连一些只是照片PS,点了物子的市民都没放过,甚至连长得相像的双胞胎,也都被强制案上是由同个医生动得刀后,整个社会都开始人心惶惶。 但即便如此,颜值司的私长为了政绩却并没有放弃,反而变本加厉,更是立下了宁可错杀三千,绝不放过一个的弗拉格。 更是因为手下另外一个,稽查队长,罗队长,放过了两个只做了微整的女学生,对其判处了,国葬的待遇。 而此时的黄国胜就像个佛系青年,虽然心有动容,却还是选择了随波逐流,直到他即将临盆的妻子,因点物子而被颜值司抓走,周围的人都指责他活该后,黄国胜才在行为上有所行动。 选择同流和,乌,用替虚刀给自己割了一对双眼皮,扔掉了警帽,宣告自己与颜值司的决裂。 最后的画面,在黄国胜手拿替虚刀迎战颜值司的场景中落下帷幕,给观众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。 平心而论,第三集在目前播出的四集中,画风属于最严肃的一集,剧情的节奏也相对偏沉重很多,但他讽刺的现象与其他三集相比丝毫不少。 比如颜值司司长,他对于手下的要求,以及不知何时改变的瞳孔颜色,都是在讽刺那些为了成就而不择手段,两面派的人,而为了明哲保身,辜灭他人整容的便利店老板,则是在讽刺那些随波逐流,人云亦云的键盘侠。 曾大力支持,禁止整容法令,最后自己却因整容被抓走的女主播,则是在讽刺那些为了流量跟风报道的自媒体人。 至于黄国胜本人,不仅是在讽刺是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佛系青年,编剧也藉由他讽刺了整个病态的社会以及人们的过度解读。 当然,这仅是个人的看法,要知道,我叫黄国胜知整容法则,这一集虽然聚焦的是整容这个时事热点,但它却藉由整容发散性地直击了很多社会痛点,而你能从中看到什么,全由你自己的理解经历决定。 此外网络直播,服务业,交通污染等时事热点,也都在,我叫黄国胜,一一出现,至于他们讽刺的是什么,我说了不算, 你的体会才算。 最后真心安利一下,我叫黄国胜,他绝对不会让你有快进的的欲望,特别声明,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,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。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,版权或其他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